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赛事结说 这把是我们那一次对阵AK的第二局的上半场 第一局是打成了5比5 两边屠夫都非常的给力完成了4杀 那么这边可以看一下第一个红夫人直接找到的是大副 也就是我 我这里真的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怀表直接交 因为选大副就是因为想要让自己拖60秒 这里也是抽空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PC屠夫转这个守处人类真的是一种让人非常崩溃的事情 我非常能感受到当年微笑硬着头皮上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完全打不来的一种感觉 好这里看一下这个咒术师躲得非常的漂亮 耳鸣都没有了 然后中场的耳鸣是这个那个佣兵 刚才为什么这咒术师不能替我捣一刀 那这边好刚好这个他传过来我炸了个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走位就是无限会撞墙 因为守处的这个人类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熟练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熟练 之前让我上场打球人者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后来发现守处确实跟PC之间差的还是非常多 好这边也是两个怀表一交 那么这里是势必一定会倒 就是看我能拖多久了 那么也是跟我之前的一个赛前的准备说的差不多 因为我之前给队友讲的就是我选大副反正两个怀表 我两个怀表之内时间我不倒 拖足60秒剩下的你们就看 然后实在不行就是把我放生 这里的说话我也是尽力啊 拖了这两个怀表的时间 那么可以看到队友的时间 队友的电机是一台都没有修好 当时内心稍微有点崩溃啊 那么如果大家看了后面最后一场的这个视频呢 你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毛毛雨小事情 好这边是一个放狗的一个屠夫红夫人啊 但是他这里是没有找到我们的救人位 救人位因为提前从旁边绕了过去 这一波放狗白交直接对吧 被打了一个无伤救人 救完人以后傭兵就直接跑了 这波救人大家可以看到我直接挨刀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这波救人就是把这个博命的时间拖出来 给队友足够多的时间开电机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商量了一下的 我导在大船里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好 不干扰到任何的电机 但是这里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后续的说话还是让这个红夫人干扰到电机了 因为红夫人她的一个干扰电机的一个距离非常的远啊 她可以放个镜像用镜像来干扰人 人主体在这边进行防守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的 她正好是干扰到了刚才就是佣兵的这台人皇机 那么这里商量了一下呢 队友这个咒术师准备来救我 因为她的电机开不了了 那么与其这样不如把我救出来 然后再拖一波时间 好看一下这里是挨了一刀 那么这个时间正好是卡在她一个镜像的真空机 这里看 哎 交一个锅 这里挨了一刀 那么由于我这边的一个转点走位呢 提前没有交流清楚啊 我刚才那个地方因为被救下来以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的一个交互点 我选择是在这个交互点呢 尽量再拖延一下 但是这一波因为红夫人选择的第一目标是打了一个咒术师 导致我们这里被打了一个双导 我直接被放飞 那么这样时候就血亏了 感觉说队友来救我这一波是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当时的我确实内心十分的懊悔 好这样的说话就看队友的了 对吧 这种局面下红夫人只要稳稳的把这个咒术师守死 对吧现在场面上三台电机 调尔师开一台 佣兵开一台两台能点完 但是还差一台电机 只要红夫人守住一台电机 这一把基本上是一个三杀的局面 那么看一下啊 看过直播的同学可能知道后面的结局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当做没有看过的情况来放 哎这边是调尔师交个香水 佣兵这边可能想要来捞人 因为这个时候佣兵第一波救人无伤 所以说他这里可以比较舒服的来救一波人 看这里怎么说拖一拖挨一刀直接救下 救下以后也不挡刀 因为这样的说话待会可能还能再救一波 佣兵这里 这里咒术师 哎这个镜像真的太误解了 没办法 这个镜像就是一点都跑不了 等到你打一个三阶的这个咒术的时候 打一个三阶的红夫人的时候 这种咒术真的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打的是你的镜像 你叫菇都没有用 想叫菇都不一定交得出来 这里最后台电机是这台人皇 然后他们这边当时的想法就是救下来 然后这里强行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台电机的一个进度差的是非常多 这里就很难受了 很难受了 然后这边一边来干扰一下 一边来管住这个人 好这里咒术师交出了自己的菇 如果强行转大船 那我们知道屠夫他因为没有带闪现 所以说这里管电机 管电机香水浇出来 因为屠夫没有闪现 所以说这个咒术师如果进了大船 是可以溜得起来的 所以估计是带着这个想法 他没有选择来追这个咒术师 这个三挂的咒术师 我感觉这一把 他如果强行选择追这个咒术师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样说话给求生者一个运营的机会 因为这样说话求生者 用兵和咒术师两个人可以互摸 特别是把咒术师如果摸满了 咒术师一旦在船上面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过这个也是从我们上帝视角来看 当时确实那个角度 他浇了一个大锅 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可以直接秒掉这个咒术师 而且傭兵在旁边保着 那么如果说一旦换挂去 或者你打一刀傭兵 这个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好我们这边看到 傭兵和咒术师两个人在开船上面的电机 而这边的一个调香师刚才经过一波非常亮眼的操作 这里再交一个市场 等于说这台电机没有任何的机会 然后再去管船上面电机 但是洪夫人的要命的点就是 他在这个船上面是真的不好抓人 而且这个咒术师现在已经被摸满了 那么刚才讲漏了就是调香师那一波转去双十一之后 一个非常漂亮的拖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因为我已经上天 我是一直在看调香师这个视角的 然后来帮这个队友爆点 那么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惊叹 调香师那一波的六人 好这里两边修 两边修洪夫人就没有办法 很难受 他这里是被迫 因为只能抓这个半血的调香师 但是因为切了四肠 那开门战也打不了 那么这里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洪夫人这一把 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局面 他这里如果秒不掉这个咒术师 这一把有可能能够让求生者保平 电机直接亮 直接亮一点不给机会 好这里是他最后的机会 但是因为手上没有传送 求生者这方面 如果说安上帝是要看 现在来看的话 是不能开前门的 因为你开前门 咒术师倒了以后 他可以一个技巧拉过来 开后门他是失常 没有这时候没有任何的机会 只要开后门 佣兵也去跑后门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为什么佣兵会开后门呢 我们在队里面的这个 卖里面讨论的是 如果说佣兵能够把前门开了 到时候来保这一个咒术 然后强行的看看 能不能打一波三跑 但是这里咒术师上挂 佣兵绝对不可能再开这个门 直接已经跑了 那么这把应该是一个 妥妥的三跑局 妥妥的一个平局 因为这里的这个 没有这个 只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一个失朝的屠夫 开门战斗打得很无力很无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比赛当中 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 随便切这个失常 这里打一刀佣兵 没有任何问题 完成了一个平局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稍微休息看后面的比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